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中午好 我是林芝 欢迎收看今天的海峡五报 在节目的一开始呢 我首先想给大家看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是在第七届中国国际新闻摄影比赛当中 获得2010年度最佳新闻照片奖和非战争灾难类重大新闻类单幅金奖 照片的名字叫做玉树痛别亲人 由华商报选送 摄影师的名字叫做张宏伟 画面当中呢 20岁的贡嘎正在安慰正在哭泣的妻子卓嘎 因为妻子卓嘎的姨娘在玉树地震当中遇难 2010年4月14号7时49分 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发生了7.1级强烈地震 昨天呢 是地震一周年的日子 为了纪念在此次地震当中遇难的同胞和在抗震救灾当中英勇献身的烈士 青海各地举行了各种的悼念纪念活动 当天早上的7点49分 青海省境内的汽车 火车 舰船 防空警报等起名 活动中的人们和路上的行人也都是停下了脚步 像在地震当中不幸遇难的同胞和在抗震救灾当中英勇献身的烈士默挨三分钟 青海省委省政府在玉树节谷镇举行了纪念玉树强烈地震一周年的活动 中央有关领导和500余各界代表参加了这个活动 同时 青海省还在青海宾馆举行隆重集会 纪念去年在玉树地震当中为抢救孤儿不幸遇难的香港义工黄芙荣 发生在去年的这场地震是玉树有记录以来破坏性最强 波及范围最广 救灾难度也是最大的一次地震灾害 涉及玉树州六个县十九个乡镇 经民政公安和玉树州政府的核准 这次地震一共造成了两千六百九十八人遇难 两百七十人失踪 让我们共同为死者治哀 为生者祈福 地震带来的灾害不止发生在青海玉树 最近发生在日本的九级大地震 更是让日本举国上下 遭遇了自二战后最大的一次灾难 现在呢 核电站的核泄漏阴影仍然笼罩在日本乃至全球人民的心中 面对着严重的灾情以及未来可能发生的更大的灾难 日本跨党派的危机管理都市推进议员联盟日前提出 一旦首都东京陷入瘫痪 整个日本势必将陷入严重的混乱 因此呢 应该加紧着手建设副首都 据日本新闻网报道 由日本朝野各党国会议员组成的危机管理都市推进议员联盟13号宣告成立 并举行了第一次会议 根据日本专家的预测 东日本大地震之后 日本列岛许多区域发生大地震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大 同时也不排除诱发预测中的东京湾北部地震和靖岗县近海的东海大地震的爆发 根据日本内阁府的中央防灾会议预测 如果东京湾北部发生7.3级地震的话 将会造成东京1.1万人死亡 21万人负伤 为了避免国家管理功能陷入瘫痪 危机管理都市推进议员联盟认为 必须迅速考虑建设副首都以分散首都的功能 在东京遭到大地震袭击的情况下 依然能够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 据悉 这个议员联盟将于近期提出一份完整的副首都建设方案 递交政府和国会讨论 争取年内启动副首都建设计划 好的 我们稍微转换一下心情 再把目光转向台湾 台军方举行的汉光27号演习 近来是吸引了许多军事迷的注意 而在昨天上午让军事迷们大饱眼福的一场演练 在台中的清泉港的台军基地上演 这场演练其实是汉光27号演习的配套活动 内容就叫做空降即反空降石兵演练 台军是出动了IDF战机 涡轮发烟车等武器 而当中最吸引人的是 八名女兵首次带包跳伞表演 汉光演习第四天 七架C130运输机开进清泉港基地上空 206位伞兵依序跳伞 进行空降演练 迹经的还有这群女伞兵 八个人一字排开 穿着改良式迷彩妆 颜色较浅 快撞面积更小 方便结合地形掩护 每个人脸上还涂了像是水泥地的迷彩妆 他们说这种妆很简单 只要拿大块颜料往脸上涂 五分钟就能完成 困难的是挑战跳伞 八个女伞兵都只有二十岁左右 不过跳伞经验至少超过十二次 才能参加空降演练 事先得通过一百次的地面训练 五次空跳 锻炼体能 腰力和耐力 但真正作战时 因为考虑到男性耐力较好 还是会以男散兵为主力 暂时没有让女兵上场的打算 不过这群女散兵勇于挑战 证明男生做到的 女生也可以 看来女兵的风采确实是不同凡响 不过呢 说到台军的操练 其实一直都有不少乌龙事件传出 就在上周四 有一名台海军的士兵就发生了落海的意外 这名士兵呢 叫做陈炳昌 是台海军的一名下士 在七号 也就是上周四 他搭乘台军的新疆舰 从宜兰的苏澳港出发 到苏澳外海进行演练任务 但是就在进行操演前的例行性点名的时候 陈炳昌却没有出现 当时呢 就分析可能是发生了落海的意外 而在经过八天的搜救之后 十四号上午 陈炳昌的遗体 在彭加鱼海域南方十二海里处 被渔船发现 陈炳昌的家属在经过几天的煎熬之后 最终呢 只看到了一具冰冷的遗体 情绪是当场的崩溃 而更让外界不满的是 台军新疆舰去年就曾经发生过士兵落海失踪 没想到今年又再次发生相同的意外 这当中是否存在着管理疏失漏洞 台海军相关单位正在进一步的调查 意外频发呢 让台海军是绷紧了神经 而台中的检警单位现在也要提高戒备了 因为就在昨天 有一名性侵犯刑期戒满出狱 但是已经被列为性侵再犯的高危人群 当地警方非常的紧张 将此人从监狱直接是带到了妇幼队登记 台中市一名性侵犯出狱 让警察局和检方高度戒备 因为他是起满出奸 所以说 即使他出奸以后 我们也没有办法对他来做撤销假释 出去之后就不是我们监狱的业务范围 30岁的性侵犯服刑满三年九个月 出狱重获自由 但监狱评估他的再犯危险指数是六 列为高危险群 预防性侵犯在犯罪 台中市拟定一项新的监控措施 性侵犯出狱24小时之内 得先到警察局报道 在监所的时候 他们评估他是一个属于中高危险的人口 可是在出监之后呢 还是要经过社区的卫生局指定的医院去评估 星期半到警察局报道之后 领一张送达通知书 确认居住地点和联络人 就通过台中地检署 拟定无缝接轨的第一个项目 之后还必须拿到性侵犯防治中心的 出狱关怀单以及送达通知书 层份关卡之后出狱第一个月 还有专人每星期查访 在接应的时候 因为刚好妈妈过世 所以这个打击对他来讲是很大的 他希望出来的时候 能够有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性侵犯表达回忆 但到底会不会再犯 才是民众最关心的事 未来警方和卫生单位将持续查访 直到性侵犯的再犯评估 从高风险降为低风险 才会改为一个月查访一次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爱看书的人总是大叹 24小时全天营业的书店 的确是太少了 不过现在台北市图书馆 有了秘密武器 引进了Fastbook 24小时借书站 这台设备就像是图书馆版的ATM 简单的按一按键 就能够借书 以后晚上睡不着觉的台北人 想看书 深夜也不会感到寂寞了 就像到ATM柜员机领钱一样 拿出图书证 确认身份 再key进书的号码 机器马上就开始动起来 跑压跑的三两下子书就找到了 这套全自动设备看着民众好想试试看 第一次看到这个 而且就是如果半夜的话 就是如果不想睡觉的话 可能还会就是走路散步到这 还可以顺便借一下看看 书就出来了 这台借书站可是要价上百万 受限于机器大小 里头的书最多 只能容纳400版左右 我们放了书的两类为主 一类是最新的书 新书一类是市民借阅的一个热门书 那只要有书被借出去比较多的时候 我们就随时来补充新书 每个五分钟就会自动转动 售出新书的名单 但是这套设备要23号才会正式开放借阅 想尝鲜的人还得再等一等 好了各位休息一下吧 接下来进一段广告 好的欢迎继续关注多南卫视海峡五报 昨天上午的上班高峰时间 台湾的新竹科学园区的大马路上 发生了一件很稀奇的事 有八名身材惹火的美女 穿着比基尼 举着抗议的牌子在逛大街 有这么多养眼的辣妹清凉的表演 这可让不少司机分神了 这不出事了 绿灯型比基尼辣妹穿着高跟鞋 在大马路上像是在走台步 八个身材窈窕的年轻美眉 两人一组高举抗议的牌子 出现在主客园区 突然出现清凉扬眼的画面 游览摄上神客一轮纷纷 上班族有看点红心跳 有的拿着相机捕捉辣妹身影 一个不小心发生了 擦撞车祸 你看那边就变这样 就直接撞上去了 一定会啊 这样一定影响交通 只是这些辣妹到底是哪来的 原来是竹科连电荣誉副董 却明志的亲家 长分公司老板的千金王轩 不满监管主强制 踩他房屋上的气球 找来康德 为什么穿比基尼 因为我们讲的都是事实 脱光衣服 看在阳光下 那我请问一下客管局可以吗 曾经在这家屋顶挂气球 哪里违法了 王军不满客管局人员态度强硬 打出手机 反送证 我请你给我你的识别证 没有识别证 因为穿着清凉而引发交通事故 这件事情到底该怎么判 恐怕交通主管部门的心里边 自然是有一把尺 不过其实呢 这件事情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刚才片子当中也讲了 这大位美女呢 其实是一名叫做王轩的人 请过来的 这个王轩是台湾长风公司老板的千金 他和同住在一个小区的 和勤科技董事长的夫人白连平呢 此前因为一件狗咬人的纠纷 而撕破了脸 事情是发生在2009年 白连平聘用的外劳瓦雅蒂 牵着黄狗皮皮 外出遛狗 被王轩家养的拉布拉多犬 才才 还有沙皮狗吉利攻击 同年年底呢 白连平外出散步的时候 还是担心被狗咬伤 就拿着拐杖赶狗 却不小心打伤了王轩的腿 双方呢 从此就结下了梁子 进行对驳公堂 现在呢 这场贵妇和明媛之间的纠纷 是愈演愈烈了 原因呢 就在于明媛王轩始终是认为 处理这个纷争的逐合管理局 总是偏袒贵妇白连平 因此呢 尽管白连平释出善意 打算和解 但是王轩依旧觉得自己是处处遭到打压 坚持要告到底 这让家在中间的逐合管理局 怎么做都不对了 你是管理局的吗 因为我们这边照顾好几只小偷 我是蜂蜜 你是蜂蜜什么事 真的啊 七姐对蜂蜜来拍王轩的狗 还发公文给他 上头说住户投诉王家 养了大型猛犬 让他们心生恐惧 甚至还咬伤人 希望他能够多多管束自己的狗 更让他难以接受 这个可思议的 他的定义 什么是猛犬 大型狗 我们家的养的 我养的 那个小型的 沙皮狗 我妹呢 养的一个拉不拉多 我相信任何人 养过狗的都知道 这两只狗都很憨 竹客千金为自驾 爱犬喊冤 还出动辣妹跟气球抗议 遭到指控的董娘 也很无奈 他不和解 不是我不要和解 他不要和解 竹客千金刚向董娘 两个女人为狗开战 还在中间的竹客管理局 恭请辨试主 让这桩伤害官司 越演越复杂 因为拍戏 而意外受伤的Selina 出院到现在已经三个多月了 昨天呢 她是首次走出户外 踏青拥抱阳光 和爸爸妈妈 还有自己的大学同学 一起爬阳明山 还在微博上呢 发了照片与粉丝分享 照片当中呢 Selina戴着帽子 墨镜穿着背心 人爸人妈呢 则是坐在身边 一家三口 比着俏皮的首饰拍照 仔细看 我们可以发现 Selina的手臂 还有脚踝露出来的部分呢 都穿着压力衣 做好了万全的保护 Selina表示 不知道自己有多久 没有呼吸到大自然的空气了 今天决定和爸爸妈妈 一起上阳明山 虽然只是走了几百米 但是心情上 感觉已经跨出了一大步 知道自己一定会痊愈的 看到Selina的坚强 还有乐观 我想她的粉丝们 现在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 透过微博晒心情呢 现在其实很多艺人 都喜欢玩微博 时不时的更新一下信息啊 发一些生活照啊 与自己的粉丝拉近距离 像是艺人舒奇 为了庆祝网页的粉丝 突破了三百万 还特地放上了 比基尼的照片庆祝 在台湾的男明星当中呢 现在微博的人气王 就是明报 微博其实也渐渐的变成了 明星们拼人气的 另外一个平台 要报我吧 那不是 艺人姚晨在电影《非诚勿扰2》中 演技表现亮眼 现在连在社群网路都成了大陆之光 以黑马之姿 冲进全球个人网站 粉丝排名前十名 打败美国脱口秀名人欧普拉 仅次于Lady Gaga跟贾斯汀 姚晨微博首页用的鲁蛋照片 被网友称为最厉害的一颗鲁蛋 艺人上微博发言的喜好 似乎超过爱上镜头 女星舒淇将要过35岁生日 为了庆祝微博粉丝突破300万人 大方公布一张比基尼裸备照片 性感入镜引起轰动 男艺人明道 粉丝数低近400万人 也成了台湾男星之冠 为了充人气 明道连到意大利出外景 都没忘记把最新照片上传 还有好久不见的马景涛 也跟上流行 前几天才开微博 粉丝人数就冲破10万 马景涛开心的拍照做纪念 好的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稍作休息 第二届两岸原住民 继少数民族联合庆丰年活动 在台湾屏东开幕 台湾赠送给大陆的梅花鹿 及长宗山羊明天启程 台湾的动物园方面 都在进行什么准备 粉丝们现在台湾环节 带您先度为快 全球首个蹦床琴音乐节 在香港启动 好的 欢迎继续关注 多南卫视海峡舞报 4月14号 第二届两岸原住民 继少数民族 圆梦飞扬 星光闪耀 丰收纳鲁湾 联合庆丰年活动 在台湾屏东县正式拉开帷幕 海峡两岸的少数民族 代表在欢声笑语 和再歌再舞当中相互的交流 现在我们就到热闹的 开幕式现场去感受一下 在台上台下的共同欢歌中 第二届两岸原住民 与少数民族联合庆丰年系列活动 拉开了序幕 来自六个台湾少数民族部落的长者 用尚未有文字记载的鼓调吟唱 虔诚祈祷活动顺利 而年轻的舞者 则以充满活力的民族舞蹈 盛情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 来自海南的大陆少数民族代表 与宝岛的少数民族 共同唱起了我们都是一家人 虽然从未排练过 歌声却是如此的和谐 据了解 第二届两岸原住民 与少数民族联合庆丰年活动 为期三天 主办方表示 台湾拥有独特的少数民族文化 十四个族群就有四十三种方言 风俗不同 却同样热诚勤俭乐天之命 两岸同是炎黄子孙 亦有欣欣相惜之感 将来也希望有机会 这活动里能够移到 大陆的少数民族地区来办 我想将来的情形之下 人会比起来更进一步的 深入的了解之外 也会积极我们两岸和平的交往 两岸的少数民族在台湾屏东同欢 而台湾赠送给大陆的梅花路 繁星点点 以及长宗山羊 喜羊羊 还有乐羊羊 也是即将于十六号 也就是明天 飞赴山东危海 那么台湾的梅花路 有着什么样的特色呢 台湾的动物园方面 为此次梅花路的异地定居 又做了什么样的准备呢 下面就请跟随我们驻台记者 带您去了解一下 相比较台湾长宗山羊的独特性来讲的话 或许有一些观众会觉得说 梅花路好像比较普遍 那么其实这一次要送到大陆去的梅花路 准确的来说是台湾梅花路 是一个台湾特有的亚种 至于说要送到大陆去的台湾梅花路 繁星跟点点 他们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特色 我们接下来就来请台北市立动物园的叶园长 为我们介绍一下 园长你好 你好你好 我们想请教您一下 就是说这一次要送到大陆去的台湾梅花路 它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 是的 因为我们台湾的这个梅花路 讲起来因为它是比较偏亚热带 所以它的那个是 整个一个是等于有点像是那个栗子颜色 就有点是介于这个橘色跟那个栗子色 这样综合起来 那所以它斑点会特别的明显 尤其在它在这个夏天的时候 哇那个这个斑点是一点一点的很清楚 园长那说了这么多关于梅花路的话题 那其实这次送到大陆去的这对梅花路 我们知道它最后的定的名字是叫繁星跟点点 那么听说您对于这个名字非常的重要 甚至说还为他写了一首歌词是这样吗 是的没错 繁星象征着延绵不绝的华夏子民 点点燃起了你我心中的这个希望 那引起喜洋洋心情创造乐洋洋的未来 那同时我觉得每颗这个繁星 每颗星星述说着动人的故事 那么现在在我身边的就是台北市立动物园的赵研究员 那么其实他还有一个身份 就是这一次物种回赠的这样一个召集人 那么其实就好像我是驻台记者一样 当我从大陆到台湾以后 那么家人会很关心说到底有没有水土不服的情况 那么对于台湾梅花路繁星跟点点的话 我们会不会担心他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会不会在之前有做一些相对应的准备呢 我12月去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刚好差不多零下四度到六度的 那什么感觉 因为我第一次感受到那么冷的一个情况 觉得那样的温度可能对于我们梅花路来讲 会比较偏低一点 对对对没有错 因为我们这边要十度以下的这种情景 似乎是我们这边有称为寒流 那我那时候也把这个讯息也提供给他们 所以在第一年的话 希望能够有10到15度的这样一个温度的状况 来提供给这两对的动物 梅花路在两岁之后就可以开始繁衍 像繁星跟点点的年龄都正好合适 在移居刘宫岛之后 如果是配对顺利的话 那么最快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的时候 就可以迎接他们的下一代 那么动物作为全世界的资源 这样跨地域性的物种交流其实对于物种的丰富多样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而更重要的意义则在于像梅花路繁星点点以及长宗山羊 喜羊羊乐羊羊 当然还有大熊猫团团圆圆 这些动物的跨海定居 让两岸的交流更近了一步 我是陈河南 现在台湾 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 相信大家对蹦床并不会陌生 那么蹦床除了大家所熟知的作为一项体育比赛项目之外 它还可以拥有哪些功能呢 如果我说蹦床还可以作为一种乐器 配合舞蹈表演 您信吗 蹦床琴是一种结合传统体育项目蹦床和高科技音乐装置的全新乐器 由于连接了发声传感器 当有人在弹床上跳跃 触动蹦床表面的胶膜 传感器就会发出预设的声响 由日本创意科技团队研发而成的此项技术 让音乐舞蹈以及蹦床运动完美结合 让人耳目一新 别出新材的表演组合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观看 大家还纷纷拿出手机记录着精彩的时刻 全球唯一一个也是第一个 对啊 这个琴 我们就有幸可以在这里表现 我们希望给音乐跟跳舞 跟单床表演都结合在一起 给旅客一个占星的飞班体验 好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 2011春夏系列东京女孩时尚秀表演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